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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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我喜欢反驳大家讨论空间 有人说不用怕 走一批就有新一批进来换 现在有一个叫做新香港人的概念 因为事实上在本港的楼域成交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些发展商 你这个楼盘卖了多少成给内地买家 其实也有土地注册池 甚至有很多地产代理他们会计算比例 他们的比例真的持续向上 那你觉得这个概念 是不是真的能够换了 抵消到那些遭遇香港人的影响 有机会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看相比于15、16、17那段时间的高峰 现在那些新香港人 所谓大陆买家的比例 其实是跌了一半至可能七成那么多 即比于97之后 曾经最高峰15、16年的时候 曾经最高可能去到四成多的新盘 都是被内地买家掃了 现在可能一成左右 其实是慢慢地回升的情况下 除非有一个很大的政策上的改变 是很难有很大的填补的那个力度 那见到 当然这个数字 有些人就说 因为之前风的关 那变了可能这个数字 未真实反映到 实际那个问题有多大 那可能等 不知道呢 就是来港义会不会通过之后 其实我们就 希望 因为经济是需要 下半年才看到 经济是很需要这些活水 但是呢 另外一个大陆的政策上的改变 也是改变了很多海归 离香港义獄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 现在你只要在 就算在香港做事 它都当你是环球付税 就是大陆最高的税率 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的成本这么高 你不如回上海去做 回上海做 我听说是很多投行那些 其实都是已经实施了 我甚至认识一些 以前那些同事 都是这样做 就是之前很 就算香港人工低一点 都肯来的嘛 去贵 但是现在未必 因为你其实香港成本高 加上税低 那其实成本高的原因 是因为税低 你现在因为 就算在香港 你都要交大陆最高 四成半的税的话 那这个高成本 不能够 没有一个低税 来抵消你的高成本的话 你就不想在这里住了 那这个是一个 挺大的推动因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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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